今年来我见资金流入都非常夸张 如果我只是看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的统计 ESG相关的资产管理规模 2012年当时只有13万亿美元 但去年已经是35万亿美元 我不知道今年的头一两个季度是否都这么火热 我想说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更正 我也有看过那份报告 那份报告是2020年初的 所以已经没有说到2020年全年也增长了很多 因为2020年其实是一个整个可持续投资行业的一个趋劃势 在后疫情年代我们见到其实投资者对ESG的投放 其实是越来越火 所以其实这一块表我们也说了 其实在税银本身的客户调查里面 其实有全球九成的客户都是觉得可持续投资 是对这个范围有兴趣的 还有觉得他们是可以 就是align到他们的投资的注资的 那所以如果是今年的话呢 其实我们看回这个和刚才那个 这个是基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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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为主 全球的基金总资产值 已经去到在上半年为止 已经去到22万亿亿美金 那在第二季度本身就已经是升了 就是环比是升了25% 是 比起2018年的同一个季度是升12倍 是的 那真的非常之夸张 不过这样 这个就只是覆盖着基金这一部分 但我知道如果要做一个ESG的投资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有基金有债券有ETF有些个别的股份的主题股份 其实Stephanie有没有一个简介给大家听 其实怎么样他们不同的特点在哪里 和如何去比较适合自己不同人的一个投资策略 是 其实呢 那可能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其实ESG是你可以是一个融入去投资组合的概念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些数据呢 就等于是我们平时的财务报表有三九 那我们现在是变成是有第四 第四份财务报表 就是ESG的财务报表 那变成你平时 你一向是投资在任何的产品里面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ESG的投资产品 就是比如基金里面会有一些是 已经marked了ESG的基金 又或者ETF都会有一些ESG的ETF 而债券也会多了一些绿色债券 那绿色债券就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它直接是那个融资的金额 是会投放在一些绿色的项目里面的 那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喜欢玩什么 也会有的 也会有的 那所以如果是税银的话 其实我们的旗篮的可持续投资的产品 ESG的产品就是一个百分百投资 就是百分百可持续的投资组合 就是一个全权委托的投资组合 就是里面什么都有 里面什么都有的 就是有债券 有股票 还有有外汇 但是每一个组件 就是我们就拿了一个 传统投资者的投资组合 拆了件之后 每一个组件 我们都会找一个 是有ESG元素的产品去 fit 进去 是了 就变成我们这个叫百分百可持组合 投资组合 对 你们便记得不 wanted 让我们认识 听 anın 空